前面过来看一下风湖和翠鸟 刚刚来这里发现了蛋 好像不是正常出车 被什么拖掉了 滑掉了 南北翠还是白胸 投胎液很高的 这东西 卧槽 卧槽 好像是活的 被蚂蚁被蚂蚁吃了 看 看没有 好像是活的 刚刚掏出来一个 看到没有 蚂蚁 盒子里面全部是蚂蚁 不知道是南北翠还是什么 看我的手 真的是活的 但是被蚂蚁咬了 然后里面的组织不知道坏了没有 嗯 这个洞 不知道蛋被什么弄掉了 然后里面 刚 看了一下就剩这一个 剩这一个我又拿出来一看 我以为死掉了 因为爸满的麻痺 一看还在动 应该是气窝没多久 为什么把蛋给弄出来了 当然就是这样 然后这一个 现在温度很高 30多度 所以气窝 它蛋也没冻死 这一个蜂蚁的帽子也气窝 这种洞太小了 我不想弄 好多气窝的风湖 洞太小了又深 这个因为是翡翠的 翡翠的洞大一点 所以我可以伸进去 你看在这里 就最后一个蛋 其他都破了 就掉在这里了 被蚂蚁还吃了 不知道活不了 尝试一下吧 这一个洞也夸了 好多风湖啊 又是一个被牛踩掉的 里面绝对有的 这个是新的 然后怎么判 判断它是旧的和新的呢 起锅了还是有呢 这种新的 它两边有一个凹槽 就是它两个爪子的那种印记 就是它经常进出的那种痕迹 这里的 这里的又卖掉了 卖掉了 卖掉了 找到了 应该就是这里 之前哪里有一个 它的动态 就在平地 平地而起 然后这都是放牛的 放牛的一踩 它的洞就垮了 它一般都是在牛过道的地方 建这种窝 为什么呢 因为有牛踩的地方 就会漏出这种沙子 你看 漏出这种沙子 它就可以挖动 然后像这种有土的地方 它们不喜欢打 它会尝试打 打一下然后就放弃了 因为它爬不动 风虎跟其他的脆鸟不一样 这一个又是垮掉的 被牛踩了 一般现在都是有蛋的 钻了一栓 之前发现了有 8个风虎的窝 目前只有两个是正常的 其他的都要么被 什么东西弄了 要么去窝了 这边的都被牛踩杀了 它就在那个牛活动的路上面 这个 不知道啥玩意儿 回去看能不能出来吧 这季节 大概就是南翡翠 这个带要么是白胸的 要么是南翡翠的 我觉得80%是南翡翠 它们两种鸟 鸟的实性是不一样的 虽然长得很像